因为我以前不信这些东西 理性重要啊 情感重要 那那个转变怎么发生 那个契机就是2009年 克里斯多夫·皮特森 他来清华 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 讲的是积极心理学 我很诧异啊 我说这什么鬼东西啊 他说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Premier of Positive Psychology 然后我一看 这挺有意思的 和我当时觉得中国社会需要的 这种心态的变化 有很多的关系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 就是这个人民日报调查 中国老百姓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弱势群体 绝有80%的人 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而且还有意思的是矛盾 官员认为自己弱势群体 那普通群众认为弱势群体 那到底谁是强势呢 你说这要怎么弄啊 就肯定有误差嘛 那为什么这种弱势感 是这么普遍呢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比较 就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是要跟强势比 跟厉害的人比 这样容易造成这种不正常的非理性的判断 这个也是中国社会传统心理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吗 中国人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追进步 要求自己进步 要求自己高尚 但这点又挺矛盾的 你看如果说罗素看到西湖边上人力车的大爷都这么开心 他有他的幸福感那么到现在好像就变成一种普遍觉得被剥夺感那么强 所以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啊 之前没有遇到这么强的一个挫败感 是的 我觉得关键还不是挫败感 关键是这个不确定感 失控 生活完全失控感 就是人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控制 本来都有计划 有矛略 有规划 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种安慰 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那么从同学们的反应来讲 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焦虑 但这点又挺矛盾的 我们但凡出任何一点事情 我们就封起来 我还我们这个社会心理对强的需求特别强烈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农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经营好自己这块土地 一定是守住自己的那个田 那个本 那个地儿 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么漫长 就我们应该打破它吗 就是文化应该创造 它打破不了 因为它永远会影响到我们 潜意识的下意识的 没有一个文化 它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不断地去适应 不断地去变化 适应其实这个潘关战先生 有个很好的翻译 叫做未愈 未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接受 然后我再变化 叫做自综合 天地未愿 万物欲愿 其实文学治愈 也是心里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故事 等于是通过故事来治愈 我们现在很多人出问题是第一人称 我烦 我要 我得不到 我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我 对吧 这个就是第一人称 但是你自己换一个角度 从第三人称的角度 比如说凯平为什么这样 对吧 资源为什么这样 那其实你就已经变成了上帝的赤眼 跳出来重新看自己的 对对对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也有人把它叫做心里隔离 当时这些什么妥唆 耶夫斯基这个俄国小说 就是多说 当时多受欢迎啊 叫这个和平 是 现在大家看得很少了 你要问中国人 你是喜欢俄国文学 还是喜欢这个美国文学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一定是喜欢俄国文学 因为他的那个灾难啊 他的深度啊 他的历史啊 痛苦啊 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的 而且他变成 好像变成一个 curse一样 好像永远在这个循环里面 出不去是 所有的人世间的悲剧 其实都是有一种 宿命论的因素在里头 在心理学上 怎么解释这种宿命论呢 就是你宿命 其实就是一切都是由他人 由历史 由规律控制 你做什么都没用 有一个学者呢 他是个美国心理学家 叫萨里格曼嘛 他把他叫做习得性无助感 快乐是一种理性 我们老以为快乐是一种感性 就是傻乐呗 对吧 只要傻乐就行 先发现傻乐使人的 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你得去超越 你得修炼 要不然你得不到的 太难了 太难了 咱们上去 我现在跟您这两次聊完之后 我就对心理学 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 适合搞心理学 对 就是这个文化 最后到本质上来讲 就是人心的 您刚才说中国 就是您的细节 那是一个差别最大的 是什么 嗯 内外因 就是西方人 他真的相信 有一种事情叫做本质 真的认为坏人 有一种坏的本质 这个坏的本质是 可以遗传 可以感染 可以渗透 我们中国人 不太相信本质 中国人还是强调 非本质论的这种情境 环境 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根深蒂固的差异 邪恶这个概念 咱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们当年做的研究 就是因为这个 卢刚杀人 就是我北京大学的一个 物理系的 物理系的一个同学 很轰动 你认识卢刚啊 很轰动啊 为什么认识卢刚 83年 他要到美国留学 想找对象 然后他就跑到心理系找我 他说这个老鹏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找我太太 他们促和了一个 我太太的石友 这个两人谈了两三个月 分手了 后来这个女孩 嫁给卢刚的同学 你看很巧啊 1991年的11月2日 我当时打开电视 一看 正好就是播卢刚杀人 他打死了五个教授 而且四个是提名诺贝尔奖 把这个爱华物理系 打回到石器时代 所以我当时感慨 就是如果当年那个女孩跟他结婚啊 卢刚就不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然后我的那些美国老师 Nisbet 他听到这个故事 第一句话就是 真的为你太太的石友高兴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说如果他嫁给卢刚的话 他今天也会死在卢刚的枪下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叫做反事实思维 我们就做研究啊 就是在中国找了一批人 美国找了一批人询问 假设卢刚在中国会不会杀人 假设卢刚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中国认为不会 美国人认为会 为什么 他是个坏人呢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Evil就是有本质的存在 就是本质 嗯 后来这篇文章 送的那个杂志叫JPSP 叫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那编辑很厉害 但他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卢刚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解释卢刚杀人是受环境影响 是不是面子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坏事啊 我们怪环境 对吧 我们迟到了 是交通堵塞 不是我自己懒 那怎么办呢 特巧一个月之后 一个美国人跳出来 打死了五个人 一模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立马把这个美国人的故事 给中国人看 就假设这个Michael Wan 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有孩子会不会杀人 中国人认为不会 说明什么话 不是面子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嗯 这个研究 一下子就震惊美国世界啊 其实在94年发了那篇文章之后啊 我有一个机会 就是去做高管 嗯 我就很兴奋 我就找 你说的 我说你给我写个推荐信 就你是不是的 脱了好 让自己不给 我就急了 我说人家那个 要我马上答应呢 就你是不是把我叫到他的那个屋里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在花园里 他一个小花园 嗯 然后在那边 然后坐下来两个人 喝喝喝啤酒 嗯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他说 上帝 派我们人到地区上 是有目的的 嗯 我当时就不以为然 我不信教嘛 我说 日子有点过了 那你想过没有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教授 嗯 你是一个中国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中国人 嗯 结果我们在密西根安阿布这边来合作 而且我们做出来这么优秀的论文 嗯 他说 你的使命就是要做心理学 这么一说搞得我 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觉得 我还是真的应该 老老实实实做学问 嗯 嗯 不过有时候也在后悔 人家也不是后悔 在幻想一下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的